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家是在一个就是说很美丽的一个乡村 然后我家里有父母 然后我母亲90岁 我父亲87岁 上面有三个哥哥 两个姐姐 我是最小的老六了 然后我很喜欢在厨房里面工作 然后学习的是酒店管理 然后很喜欢就是交流一些 各方面的一些学习 所以说我选择来四十南卡 互相交流互相学习 也就这样子的 而我从小在十几岁 我就对十三四岁 我就可以 我就比较喜欢在厨房工作 然后后来我选择了一个在 就是学习的酒店管理 厨师管理这个学校 学习了是四年 然后我是1992年 1992年毕业了之后呢 然后就是在一个就是五星级的酒店 就是很高级的一个酒店厨房里面 就是做小工 就是说帮着那个师傅 就是说洗洗菜呀 就是做一些勤杂的工作 就是也是比较难 因为就是说向往做厨师 向往做很高的那个厨师 说说我就是不怕辛苦 就是很艰难的去学习 然后要一步一步的往上走 这样子的 就是有有你做的不好的情况下 师傅他会很很凶的说你 对有时候就是遇到不好的那个师傅 他就很凶的骂你 也有这样的情况下 因为是这样子的 在我们那个年代里是吧 就是我在我们身上的我们的年代 而且是农村孩子 说说我们要忍受忍受过种辛苦 要学习 因为看到师傅就是说 在上面炒菜 我们的心理压力很大 我也想去学炒菜 所以说我们要忍受 就是忍受过种的那个艰难 对 各种艰难要去学习 那个时候我们吃饭 都不敢跟就是跟师傅坐在一起吃 因为师傅那个年代 他们是高高在上的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小弟的时候 我们都要先让师傅吃完了 我们再去吃 不像这个年代 师傅是平等的 我们的年代是我们要珍重师傅 然后我们要学习他手艺嘛 是吧 所以说我们吃饭 要让他吃了 我们再去吃饭 是这样子的 我四年的冲进就是很想学会这个师傅 一直努力就学习师傅 四年出来之后 我就可能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师傅了 就是可以就是说 在钱方面我就可能会比较多一些了 因为之前学习的时候 基本没有钱 没有没有工资的 然后就是四年出来之后 那可能我们就是正式工作了 那就就有工资的 那个时候我们就就比较高兴了 那个时候也没有暖气 有时候我们就是睡觉的时候 都是整个把头都盖起来睡的 要不他就特别冻特别冷 所以说我们就是克服了过种过种的困难 要去学习 要去向往 就是说高级厨师 然后这样子的 慢慢在北京几年之后呢 然后我现在就是师傅了 有师傅 那肯定就是说 不管就是各种待遇 吃的 住的 都就比较好了 基本上就是比较成功还是在北京 对 在北京就是参加过各种比赛 就是说竞赛嘛 就是厨师当中比竞赛 然后我也竞赛也拿了好多金盘 也看到了 就是对 拿到这些就是最容易的 就是很高兴的 对因为毕竟就是 你比其他的那个 似乎都要强了 然后才会拿到这个金牌 是吧 然后在这些不容易 确实不容易